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中美關係惡化之際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 忽然間遭到撤換 這個消息已經得到他本人的證實 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公布相關安排時 就沒有說明將他撤換的真正原因 也沒有說明哪一個將會繼任人選 到底是有人選還是沒有人選 暫時還是未知之數 究竟布蘭斯塔德遭到撤換的導火線是甚麼呢? 而他被撤換是意味著甚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布蘭斯塔德大使發表了一篇聲明 他說將會在下個月初卸下美國駐華大使的職位 能夠在過去三年多以來 代表美國總統和美國人民 我感到格外榮幸 我們正在重新平衡美中關係 以使他公平、對等 並且能夠在兩國都積極推動之下積極增長 這個努力將會繼續 離任之時 我和到任時一樣樂觀 我在中國遇到非常多了不起的人 我太太和我 永遠都不會忘記你們的熱情浩克 他說這番說話證實了 下個月即是十月又離任 這個十月認真是敏感了 到底這位大使的設計 是否為了配合特朗普的十月驚奇而作出 我真的感到相當好奇 另外蓬佩奧在社交平台上 對這位布蘭斯塔德大使發表了一篇感謝的帖文 當然 當初特朗普選擇布蘭斯塔德 當然有他的原因 而這個原因正正是因為 他和總書記之間曾經有過交情 原來早在1985年的時候 河北省曾經派出過一個農業代表團 前往艾奧亞州進行訪問 中方帶隊的是誰呢? 就是時任河北省政定院長習近平 至於在艾奧亞州招待農業代表團的又是誰呢? 就是時任州長布蘭斯塔德 這次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到了2011年的時候 布蘭斯塔德訪問北京 獲得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接待 在這次會面之上 習近平刻意拿回當年的訪美行程資料 出來回憶一番 說到自己訪美時 曾經受到他的熱情招待 可以反映出特朗普當初選擇布蘭斯塔德 就是選得對的人選 但為何到現在忽然會撤職呢? 底下的真實原因是甚麼? 我們在外界無從得知 甚至乎蓬佩奧也沒有交代過 究竟撤換這位大使的官方原因是甚麼? 但我們根據已知的事實觀察到 至少有兩條導火線 第一條導火線 就是發生在上星期五 中方說 要對於美國駐華市領館的高級外交官 以及其他所有人員 採取對等的限制措施 即是限制他們的活動 第二條導火線是甚麼? 就是關於這位布蘭斯塔德大使 投稿去《人民日報》遭到拒絕刊登這件事 布蘭斯塔德前段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 基於對等重置中美關係 文章當中提及到 說中美關係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平衡 一個例子 就是對於美國公司、新聞工作者、外交官 乃至是公民社會來說 不平等的准入機會 而《人民日報》看到這些文章 他就拒絕刊登 而蓬佩奧知道這宗消息以後 批評北京的宣傳系統虛偽 趙立堅強烈反駁 說美方此舉顯然是與新聞自由無關 完全是精心設計 故意碰瓷 好了 美國駐華大使館 對於這件事又發表了一篇聲明 他們說 《人民日報》拒絕刊登文章的做法 是暴露了中國共產黨對自由的言論 和認真嚴肅思想辯論的恐懼 反正這件事其實引起了軒然大波 各方都有份參與意見下去 總之罵得很僵 但這些只不過是導火線 到底真正底的原因是甚麼呢 我傾向認為 布蘭斯塔德撤跡 是與特朗普的十月驚奇有關的 當然 這只是我的個人主觀想法 而我這個想法 是建基於美國駐華使館一連串不尋常的行為 比如說在上個月的時候 大家有印象的 就是美國駐華大使館 在日本本身有一個徽章 徽章是寫著中國北京的 但是忽然之間有一個新版徽章出現 以後 就將中國這兩個字抹走了 這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美國駐華大使館 即是在北京那間 發出了一些通稿 發甚麼通稿說甚麼呢 就是要賣他們的家當 出售他們的家屍、物品等等 為甚麼要出售這些呢 美國駐華使館當然不會窮到窮 即是連這些物品都要出售的時候 就給人一種感覺 萬般帶不走 唯有錢隨身 索性將那些物品截演套演算數 第三點就是 我們今天下午也說過 就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使館賤賴地皮這件事 三件事都是不尋常的 而且今天再加上布蘭斯塔德大使的切換 究竟是意味著甚麼呢 為甚麼 人又走 資產又走 錢又走 代表甚麼呢 究竟下一個美國駐華大使是哪一個呢 究竟有沒有人選呢 甚麼時候會上任呢 這些全部都是未知的 實在是有太多的不明朗因素 而在今天也傳出了另一個消息 就是繼上個月 美國衛生部長阿澤訪台以後 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 有意在9月17日訪問台灣 主持美台雙邊新高階的對話平台 叫做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 究竟這件事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會成行呢 如果他真的如期出發的話 就會意味著一件事 這個就是 在中美建交以後 最高層級的美國官員訪問台灣 因為美國國務次卿 其實地位官階 比衛生部長更高 如果克拉奇真的訪問台灣的話 他主要的行程 將會討論台灣在明年 擴大進口美國牛肉和美國豬肉等等的 雙邊貿易議題 派到美國國務次卿去談這些 進口牛肉和豬肉的事 擺明就是象徵意義高於一切 實情要談這些議題 需不需要出動到一個高層級的美國官員呢 可能派一些低階位的都談得成 但現在擺明 美國重視與台灣的關係 亦說明了一件事 就是美國完全沒有把大陸放在眼內 因為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較早前發表了一篇微博貼文 就說明了 如果再有美國高級官員訪問台灣 進行官式往來的時候 就是會對於這些傢伙和相關的企業進行制裁 是不是 不讓他們入境 以及不讓他們和中國做生意等等 但是如果克拉奇真的照訪問台灣的話 政治信息就相當強烈了 第一就是美國完全不把中國放在眼內 不給中國面子 還要下中國面子 因為你叫他不要去 他就偏要去 反其道而行 這叫阿崩叫狗就越叫越走 第二就是證明得到 中國對於美國的反制措施 就是無效化了 即是老虎說那些 你說制裁他都照去 即是他當你沒有到 即是你的招式 對於他來說是沒有影響 中方對這件事是怎麼看呢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到 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台官方往來 這個立場是一貫明確的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涉及中國核心利益 是中美關係之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 如果克拉奇真的堅持訪問台灣的話 究竟大陸又可以耐他什麼呢 除了老虎提出的招數之外 還有什麼新的花神可以提出來 我們就真是拭目以待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